大家好 这里是最佳拍档 我是大飞 不知不觉距离GPT4的首次公开问世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之前我们介绍过 GPT4作为一个多模态的大元模型 它不仅能够生成文字的内容 还能够理解图像的输入内容 让用户直接与图片进行对话 在发布的时候 OpenAI向外界演示了 GPT4是如何通过一张手绘的草图 来生成一个网站的 让当时不少的围观群众 看得是目瞪口袋 不仅如此 它还能get到图像里的笑点 识别数学题目 并且依次给出解答步骤 我始终觉得图像对话 才是GPT4真正令人心神所往的地方 但是可惜的是 这个功能到现在仍然没有对外开放 除了像BMIIS 可汉学院等等 能少数几家与OpenAI有合作的企业之外 大部分的人还是只能体验GPT4的文本的对话能力 原本我认为只能等OpenAI发布更新之后 才能体验上这个功能 没想到今天看到了这样一个项目 项目的名称为Mini-GPT4 是来自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几位博士做的 它能够提供类似于GPT4的图像理解 以及对话的能力 让你抢先一步感受到图像对话的强大之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演示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项目有几个特点 第一点就是多摩泰 也就是能够读懂图片 在这个示例中 它可以回答图片是关于什么内容的 有多少种颜色 甚至能够说明这个图片是属于什么风格的 第二点 五个作者中有四个应该都是中国人 第三点 低成本 仅仅用了四块的A100 训练了仅仅十个小时 绝对称得上是迷你 第四点就是整个项目是开源的 项目的GateHub地址 我会放在视频的评论区 供大家参考 另外这个项目还非常良心的提供了 七个演示地址 也方便大家去体验 迷你GPT4将Bleep2的 冻结视觉编码器 与冻结LMVicuna对齐 只使用了一个投影层 然后开发团队用了两个阶段 来训练的迷你GPT4 第一个传统的预训练阶段 是使用了四个A100 在十个小时之内训练了大约500万对 对齐的图像和文本数据 第一阶段之后 维库能够理解图像了 但是它的生成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并且提高整个模型的可用性 他们又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 即通过模型本身和ChatGPT一起 来创建一些高质量的图像文本对 在这个技术上 他们创建了一个小型 但是质量很高的一个数据集 共有3500对 第二个微调阶段 就是在对话模板中 对这个数据集进行训练 从而显著的去提高 模型的生成的可靠性 和整体的可用性 令我们惊讶的是 这个阶段的计算效率反而很高 用一台A100只需要7分钟左右 最终迷你GPT4产生了许多 新兴的视觉语言能力 与GPT4所展示的能力非常类似 比如说对于这个示例中的 粉红色的图标 如果我们询问 迷你GPT4对于这个图标的看法 它经过维库纳理解之后 会回答 这个标志的设计简单而简约 粉红色的线条画着一只火烈鸟 单腿站在水里 这个设计干净利落 易于识别 适合在各种场合使用 例如海滩度假村的标志 或者以火烈鸟为主题的活动 使用火烈鸟作为符号 为设计增加了一些奇思妙想和乐趣 令它令人难忘和引人注目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进行设计的标志 它有效的传达了品牌的信息 这个内容应该说是 我们大家很多都没法做到的 就是描述的很详细 那迷你GPT4这个算法模型 还可以进行本地化的部署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在评论区回复 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给大家录一个 安装和使用的教程 建议先体验一下 在线的演示环境 根据迷你GPT4的实验结果表明 GPT4的先进能力 理论上可以归因于 它使用了更先进的大模型语言 也就是说 未来在图像 声音 视频等等领域 基于这些大模型 所制造出来的应用 实际的效果 应该都不会太差 这个项目也证实了 大语言模型 在图像领域的可行性 接下来 相信应该会有不少的开发者 跑步入场 将GPT4的能力进一步的往音频 视频等等领域延伸 从而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有趣 令人惊艳的AI应用程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